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如说好像你的那一场就是爬那个悬崖 很危险 但是也值得的 因为拍完以后大家都鼓掌 我记得这个剧当中有三场戏里面拍完之后大家都鼓掌 感觉好像有很多的观众在看你一样 像在做舞台剧的一样 很开心 她也有啊 有一次她的动作跟那个camerman一起合作 天一无风 天一无风 掌心是给那个camman的 故事也有给你的啊 给camman的 在剧中 索尼得到不少人的爱护 特别是男主角森美 因为故事中讲述 森美不停追求索尼 连自认不太浪漫的索尼 也说因为这样才发现自己 原来也想被人疼惜啊 她在戏里面对你很浪漫嘛 你因为这个原因 你发现自己其实是内心很浪漫的人 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小时候就一直很想找一个很浪漫的一个男生 一直都没有发生过 所以呢 我觉得在那个戏里面满足了我很多的 就是类型的一些东西啦 就是现在我已经满足了 其实我比较简单 我喜欢小孩喜欢的东西 就是带我去玩啊 去游乐园啊 可能有时间就在家里陪我煮菜啊 我都挺喜欢 对 她们和刘颖璇因为合作聚集 和拍旅游节目三日两夜而变成好姐妹 这天提到蒂夫妮和罗天宇的弟弟湖北 在车厢密会的报道疑似发展恋情 她们就说一直到这个消息也有立刻慰问对方 其实我本来很小看新闻的 就是有同事跟我说 蒂夫舒适了 我就吓倒了 说舒适是什么意外还是什么 原来是有一个新闻的出来啦 我有关心她的 但是因为她今天在拍摄嘛 所以我就问了一两句 你没事吧 她挺好的现在 我就不打扰她了 因为我不想在她工作的时候影响她的心情 对对对 她年纪还小嘛 不要吓她了 然后她最近 我觉得她最近其实有点压力的 因为她忙工作 因为她最近有读书嘛 要做功课 要考试 所以就不要搞她啦 不要搞她啦 对呀 不是 一视频可繁�oly 放郁服听運动 要重。 Χ仔继续